嘿嘿 大家好 歡迎來到Husky's Mound 今天我們要來玩衣櫃 大家還記得我們上次玩到哪裡嗎 上次啊 我找到了手電筒 然後就也不知道手電筒到底要做什麼 一直卡卡拉拉在那邊晃來晃去對不對 還記得嗎 然後後來我就去找了攻略 就知道手電筒到底要幹嘛 但是我也沒有繼續看下去 因為這樣子比較好玩嘛 還是要看看第一反應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繼續吧 第五個紀錄 手電筒嗎 就是要照暗暗的地方啊 大家還記得 零零的臥室裡面有個洞嗎 那時候我還說過這邊有個洞 怎麼不會掉下去 結果之後在晃的時候根本沒有想到這個洞啊 啊 真是的 忘東忘心 沒有 應該是說 記性本來就很差啦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 這個手電筒 可以從洞裡面看出什麼吧 我可以用手電筒看看這個洞裡有什麼 裡面有一支鑰匙還有一個打火機 獲得鐵製的鑰匙打火機 失去手電筒 我在這個洞裡發現了一支鑰匙還有打火機 是誰丟進去的 絕對不是我 看一下物品 鐵製的小鑰匙 在我房間的地板破洞中發現 普通的打火機裡面有少許的油 在我房間的地板中發現 到底是誰亂丟東西啊 打火機應該 算是危險物品吧 怎麼可以亂丟齁 還有鑰匙 啊 Sigma 欸不對 00的衣櫃是密碼嗎 所以應該 需要鑰匙 應該是 他室友的一個對不對 我記得有鑰匙 我忘記室友名字叫什麼了 啊 原來叫朱蒂斯 講這樣是不是乖乖的啊 是不是應該要講 要叫英文 Judith Judith 好以後就叫他Judith 鑰匙轉不動 這把鑰匙似乎不是用來開這把鑰匙的 好吧 換另外一個 這個鑰匙似乎可以打開這把鑰匙 猜對了 失去鐵絲鑰匙 衣櫃 有什麼勒 衣櫃裡空無遺物 不 裡面有一張紙條 對 反肥胖 對 反肥胖 對 反肥胖 我越來越懷疑 Judith 是否真的和男友去度假 以他的外貌 我甚至懷疑他是否真的有男友 老實說 他胖得像蜘蛛 也許他是在欺騙我 也許 他並免我離開 但他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點點點 客廳 奇怪 跑來客廳幹嘛 思考 思考嗎 不知不覺又是晚上了 我該吃點東西了 我一整天都沒吃東西 好吧 跟我有一個朋友有點像 因為 一整天裡面 可能都吃個一餐而已 我們都快成 快變成神仙了吧 我覺得 嗯? 什麼聲音? 有點像腳步聲 那又是什麼聲音 從Judith的房間傳來的 這個女人 嗯 要是他一直躲在這屋裡嚇我 我覺得會要他好看 去看看吧 地板上亮亮的 這是什麼 之前進來時 我並沒有看見這樣的東西 是一個玻璃瓶 裡面裝著某種液體 獲得瓶裝液體 這瓶子看起來像是有人從窗戶扔進來的 我懷疑有誰會這麼做 也許只有一個人有可能 難道是Judith 從這扇窗看出去可以看到一座白色的教堂 白色的教堂 會不會是那個 畫裡面那個 Judith全告訴我 他是在那座教堂結婚的 當時我還半信半疑 白色的教堂 喔對了 就是那幅畫卡 才對 在陽光下 純白的閃閃發光 叫人名罪 我在那座教堂 再熟悉不過了 那神聖聖聖的建築 總能引起我神秘的欲望 我曾畫想自己全落著 在教堂前偏然起舞 秋天的紛飛落葉在我身旁灑落 全落跳舞 難道 靈靈是 撲路狂 點點點 獲得記憶 色域 看看 難不成他真的做過這種事嗎 放縱對情欲的渴望 追求肉體的滿足 嗯 好 成哥打好 好 看看窗外 從這床上可以看到不遠處有做白色教堂 欸 好像剛剛是重複的內容 所以我們剛剛拿到什麼聲音 那是什麼 槍聲 是從隔壁傳來的 但隔壁傳來的 我的鄰居被殺掉了嗎 我要過去嗎 過去會被被滅烤啊 要過去嗎 沉個打 好吧 出去看看 雖然感覺有點瀑布 血跡 有血跡 命案現場 不是要call 110啊 美國也是110嗎 看個畫 皮膚一下情緒 牆上掛著攝影作品 內容是幾隻馬兒在草原上 我從來沒有騎過馬 也許會很有趣 看看天空再放鬆一下 牆上掛著攝影作品 內容是蔚藍的天空 這張照片拍得很美 但還是無法和真正的天空相比 好吧 還是乖乖去看血跡好了 雖然我有點想逃避 點點點 但是不看劇情就走不下去了喔 我想可憐的卡特維娜 終於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她終於解脫了 點點 欸 不是點點點 那我呢 還有朱蒂斯呢 不 朱蒂斯 還有朱蒂斯呢 對了 我想起來了 我的衣櫃 裡面放的是 是什麼 不要賣光字 趕快回去看衣櫃 正式 話說一半都不說完 衣櫃 密碼想起來了嗎 喔 我想起密碼了 是我的結婚紀念日 我忘記了 不對 不是這個日期 結婚紀念日 結婚紀念日 嗯 日期 好像只有這個有日期啊 1983年6月14日 然後 但是這個不是那個 Judith的 Judith什麼東西跟密碼嗎 應該被我真的猜對了吧 整個分裂 所以Judith跟明明 其實同一個人嗎 試試看 欸 1983年6月14日 好 輸出看看 1983年6月14日 對耶 真的 分割分裂吧 我猜 不是應該不是我猜 是我有七成確定 獲得白色鑰匙 看一下 剛剛這個還沒看 平裝液體 用玻璃瓶成裝的液體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 但它散發出一種難聞的臭味 精緻的白色鑰匙 在我的衣櫃裡發現 鑰匙 呃不是零零 Judith的衣櫃還有一個沒打開 開開看 果然 喔沒錯 是我的純白婚紗 多虧Judith提醒了我 那天 我穿著它在教堂前期五 美的相符畫 我該走了 我得趕緊去那兒 獲得婚紗 獲得記憶執念 我想我可以去看那本日記了 哼哼被我說中了吧 日記就是之後才可以看 剛剛不能看 只是時間未到而已嘛 先看一下東西 婚紗 這婚紗怎麼看起來不太漂亮 我的婚紗 放在Judith的衣櫃裡 好看記憶 應該是執念嘛對不對 過分的執著於某些事物 過分的執著於某些事物 不願放手 應該是對教堂的執念吧 先存個檔 看日記去囉 偷翻人家日記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Judith的日記 我想我可以看看裡面的內容 閱讀日記 11月13日情 我的指導教授告訴我 我不適合念心理學 勸我趁早放棄 這對我 真是天大的打擊 6月8日情 明天要去參加好友的婚禮 據說新郎優秀又英俊 令人相當好奇 帥哥耶 當然好奇 3月7日 雨 我放棄了 我既醜肉又愚蠢 我蠢到以為會有男人會愛上我 3月8日 雨 我決定放棄節食 我要像從前一樣想吃就吃 6月9日情 我在婚焰大醉 狂笑 狂吻新郎 我的前夫 直到有人把我嫁走 喔 所以她的朋友 跟她的前夫 結婚喔 好像那個 連續劇裡面發生的情節喔 橫刀奪愛那種感覺 10月16日情 今天他們說我表現良好 允許我外出兩個小時 我想應該夠了 6月10日 雨 我好不容易弄到了一瓶汽油 藏得很隱密 這陣子雨下得很大 最好再等等 汽油 所以剛剛拿完那個液體 那一罐的液體是汽油嗎 沒有了 沒有了 剛剛一樣的 然後咧 接下來要幹嘛 出去嗎 出去嗎 去 喔她剛剛好像說去教堂看看對不對 去看一下 嗯 不能出去 喔可以 剛剛應該是卡的 可以出去嗎 唉唷血跡不能踏過去了 我該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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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趕緊去那 為什麼牆上會有石子 這怎麼看起來 這好像 醫院喔 這應該是醫院吧 所以我是被關在醫院裡嗎 醫院裡為什麼會有室友 那看起來不太像病房嗎 好 換上婚紗了 換上婚紗了 她的婚紗 她的頭紗是 短的 其實我比較喜歡藏的那種 我就會藏的那種比較漂亮 不過藏的那種 就需要小花筒 不然 那會不會攪拌到吧 對了就是這裡 我確信朱蒂斯 Judith也在 進去囉 進去囉 不能進去嗎 門打不開 為什麼門打不開 啊 這裡很不錯 太適合了 失去瓶床遺體 對嗎 我就猜那是汽油 要不要把教堂燒掉吧 真的欸 火燒好大 不過那個火怎麼不會燒到旁邊啊 就燒在那一捆柴上面 好 可以進去了 錯 是錯覺嗎 怎麼覺得火的聲音好像越來越大 喔 我還以為可以進去 又不是 我越來越 越來越大了欸 這樣教堂 會不會整個燒光吧 真美 和我回憶中一模一樣 好多人在尖叫聲 喔不是尖叫聲 是消防車的聲音 果然警察來了 我看他根本就不想逃吧 那不是我幹的 是JDIS幹的 沒有用的 沒有用的 嗯 怎麼沒有畫面 等一下 就這樣結束了 這樣就結束了 欸 沒有後續的劇情嗎 怎麼好像 沒有 交代很清楚 到底是 所以他真的是人格分裂嗎 他好像沒有說得很清楚欸 我感覺是人格分裂啦 好吧 那看來 這個遊戲 就這樣 結束囉 感覺 雖然 感覺有點 衝觸 但是 這個episode就先到這裡囉 如果喜歡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有什麼建議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會盡量改進 謝謝您的收看 下一個系列再見囉 掰掰 好 現在是遊戲結束的bonus time 為大家帶來一小段的命運 能不能用上眼睛 就可以不相信 能不能脫下面具 還可以很分析 如果不是遇見你 我不可能相信 生命有一種一定 一定要按下去 愛 愛可以想 只想是 想以為明 卻聽天又明明 愛可以心又靈心 動過驚喜 卻難以抗制 流行的宿命 我屬於你的註定 不屬於我的命運 不要命 不要清醒 還有夢能靜靜抱著你 愛卸出我的世界 算不出我的命運 你給我的命 下一輩子再還你